黑車路口左轉失控 直接衝進加油站 從正在加油的兩車中間撞進去 車頭先撞上一名駕駛 再衝撞加油安全島上的柱子 才停下來 意外就發生在彰化花壇 一處加油站 上午七點半左右 55歲的賴性駕駛 開車時精神不計謊生 突然在路口逆向 衝到對向車道 先擦撞路邊車輛 後續又失控撞進加油站 時候現場一片狼藉 招式車輛先撞上兩台車 跟一名駕駛 再撞上加油道 加油機當場傾斜 撞擊到一台計程車 計程車駕駛回想驚險一瞬間 他說當下他也不敢跑 因為害怕車子起貨 但還是被撞擊了 他預估車輛要維修 可能兩星期都無法開車載客 面對詢問肇事駕駛 回車上拿東西 也不願多說釀貨原因 只說他也不想發生這種事 幸好被撞的無辜駕駛送衣食 衣食清楚 不過他的骨盆出現骨裂 只能夠住院治療觀察 我們基本上現在把緊急遮斷法 已經把它全部都關起來了 然後因為安全考量 我們現在審散沒有辦法營業 加油站業者也無奈 因為這一撞就怕起火燃燒 只能夠先全站斷油 等到廠商評估安全 把毀損的加油機移走 才能夠繼續營業 然後自稱今天從大村出發 然後要往花潭的地方 自訴有失眠症的一個情況 趙氏駕駛自稱有失眠症 才會開車謊生撞加油站 所幸沒有造成重大傷亡 不過這一撞 他除了要負責遭波及的 駕駛車輛回損外 他還要面對加油站不小的 回修費求償 TVBS新聞城之中 召喚採訪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